你好 欢迎收看11月15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新议会15号上有进行宪政总执询议程 由先议员叶昆景、杨华美、黄正赋等议员来进行执询 对于置办东华大学市地重化区 花联市福德段开发、福岛安养中心、生存公约 还有鼓励私人开发停车场 以及南区东大门夜市还有安心住宅等议题 议员们都提出了执询和建议 现月宽景在会议开始就提出 置办东华大学市地重化区和花联市福德段 整体开发提出各项建言 希望县府能够加以重视 这个东华大学特定区的开发案 又会重回到民国95年这个境界一直到现在 所以这个时空已经时隔25年 对于我们地主开讲真的是情何以堪 而且这些的地主都是过去拥有的财产 现在都已经是变成遗产 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 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影响到我们把整个一个 智协东华大学的一个整体的开发环容 我想这个公部门现政府责武旁贷的 尤其是我们地政处应该积极的 然后主动的来协助 虽然是置办市地重化 但是我们要来协助他们的困难的问题 解决问题 根据我们内政部政务次长华晋琴 华晋智所述的跟他的希望是希望 宪政务采用七段征收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地主能够早日的能够来进行开发 同时七段征收它是可以集中分配 而且的话没有免税务 那市地重化它是原地分配 会将来造成很多的年薪的小土地 而且的话它还有税务的问题 所以我想在这些优劣缺点的分析下 我们在这边因应期盼 花莲县政府应该勇于认识 赶紧去把它参照其他县市的办理的七段征收的模式 然后能够去外县市取军 回来给我们相关单位的部门来做个参考 让我们的福德的开发案能够早日实现 县延花莲则是针对生存公约和爱养中心的辅导 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结合民政、警政和社会处 能够做好联结的工作来防范社会事件的发生 花莲在不久的未来 就会朝向超超高龄社会的城市 那在当这个城市超过20%都是长辈 身心障碍者 那我们这个城市到底准备好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接住他们吗 包含我们的硬体、我们的交通 我们的所有是不是都符合无障碍 这件事情 当城市变成老化的人口的时候 它的这些硬体设备其实是更重要的 那今天是来谈这个部分 然后另外也谈到就是软体的部分 我们希望更友善身心障碍者 包含他们的运动休闲权 包含他们的工作权 包含他们免于被歧视被霸凌的这种事件 那我们很希望当政府有中央政策鼓励 具有规模的机构禁用身心障碍的时候 是否能够友善的方式 让他们在职场得到被照顾 看到是长照照顾资源的缺口 那所以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 不管是我们的村里领长 能够在社区走动的时候 能够发现这样一个地下化的一个安养中心 或者派出所的远景 如果能够也发现了就会反映到社卫症 那当然不以罚则为优先 而是以辅导为优先 让我们花莲县民在每一个需要长照的资源的时候 能够妥善的被照顾 而不会承担这种意外的风险 那我们都希望友善城市 也期待花莲县政府在花莲县内 能够成立长照中心作为二级单位 那以及能够建立一个资讯有效流通的平台 先为黄生负责是针对南区安心住宅和凤林镇开发东大门夜市来活路地方产业 这个民间的土地能够获得奖励来设置临时的停车场 让停车的问题能够解决 那过去我们也把这个停车奖励的自治条例在今年通过了 可是今年通过到现在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报名 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实施这样子的奖励计划 那我们觉得非常可惜 希望县政府这边能够检讨所有的这个奖励办法的细节 让所有的奖励能够落实到这个民间的需求 让我们的这个停车不容易这个问题能够有效的疏解 建议县政府能够评估根据南区几个乡镇的需求 来做一个小型的青年住宅 或者是像东大门夜市也是一样的案例 在北区这边东大门夜市得到居民还有观光客的青睐 那我们为了要活络南区几个乡镇 我们也建议在玉里镇的中心来找地方 来设置一个常态性的这个夜市 它可以说是类似东大门夜市的一个规划 在北区几个乡镇的中心里 在北区几个乡镇的中心里